老师同学们好 我这次汇报一下 我这个论文的一些具体情况吧 就是整体的一些框架部分 以及一些模块目标什么之类的 具体的话 具体的东西还在撰写 引内容的话 是勾进一个意图驱动的DKW 填表交互的模型 主要的话就是 对对对场景和对象的话 进行一个DKWP的分析 然后阐述一个三步的问题 并给出一个针对性的处理 构建对象意图体系 形式化描述意图 就是问题的一个输入和输出 然后并建立起这个意图之间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什么对抗或者是关联之类的关系 然后同时解决一个填表论启动的问题 第三的话 是建立一个场景和对象的内容和认知 一个DKWP体系 阐述 DKWP体系下一个不同对象的内容和认知的偏差 然后也要给出一个针对性的处理 第四的话 是针对场景 构建一个表单的一个评估模型的一个价值体系 形式化描述一个知识 描述这个评价的一个知识规则和价值判断 第五的话是设计 基于意图驱动的一个填表方自身的一个 DKWP内容的推导和补权的一个方法 然后针对填表这个过程的话 要设计一个意图驱动下对一个填表表格问题的一个 输入的一个结果的搜索推理 大致的一个流程图可能就是这样 三步的问题的话指的是这个内容资源 它是会获取到的内容资源的话 是可能会一个不不精确不完整不一致 但是这会给我们对这个解决过程中的话 会带来一些麻烦 所以我们要基于DKWP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其次的话这个不同对象的一个DKWP内容 还有认知的话会具有一定的差异 这个然后我们也要在DKWP上 DKWP体系上对这个差异进行分析和处理 是个然后对对对象的一个意图体系的构建 对对表单的一个意图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构建 然后分然后分析这分析他们意图 好像也要终于更加和更为的一类현 它是一类体系的关系 然后建立一种输入和约束之间 进入一种输入和约束 然后是DKWP分析与图 的构建 这个的话我们基于语义词性 还有依赖关系 来对他进行一个 对他对这个内容 进行一个基础的一个分析 然后基于这个分析结果 进一步的构建 我们的这个数据体系 信息体系 一个知识体系 同时我们 也会要建立一个认知的体系 这个认知的体系 我打算是 最好是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外部的一个 是库的依赖的一个构建 然后是内容和认知 两个结合起来 处理这个填表 以及这个过交互过程中的一个分析 知识和一个智慧价值判断的话 可能还会再做细化 这其中有些表述可能不太好 表单的评估模型的话 主要是 它主要是针对场景来说 针对场景下的一些法律 伦理道德相关的一类的一个问题 进行评价 然后 价值判断的话 它在不同的场景下 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 权重倾向都会有不同 这个的话 在案例中的话 在描述案例中的话 要比较强调的突出 然后设计的设计意图驱动下的一个填表 表方的一个自身的DKW体系的推理和补充 这也是针对刚才提出一个三步的问题的话 进行一个补充性的处理 然后是意图驱动下对表格问题输入的一个结果搜索推理 这根据意图体系 然后将填表方表单双方的一个 或者是多个填表方 以及多个表单方的之间的一个DKW体系做一个对 做处理 然后这的话 这又要回到那个 内容和认知的差异 那个问题上去 这也是最对那个东西的回头的一个处理 我解释了大概就这样 目前的话 那是正在写大龙文吧 然后写了也有 这段时间写了也有五六千字了